欢迎收看 晋级的台湾 我是诗珍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新北市石满区的老梅社区 过去是靠海的宁静偏乡 2018年开始 由知名行销传播集团 在此打造全台第一座 有故事的多媒体绘本城镇 集团一千多名员工 携手老梅国小师生和社区居民 插画家以及新北市政府 经历四年的时间 把孩子们天真同序的创意绘本 结合观光和多媒体互动的方式 营造出小镇独有的风情 成功翻转老梅社区 从空中俯瞰老梅社区 弯弯绕绕的小巷弄 建构成一个优美闲境的城镇 但跨开探索的步伐 小巷内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巨型的壁画就藏在每个转角间 这不是普通的绘画装饰 而是由行销传播集团 在地打造全台第一座 多媒体绘本数位故事城 所有的企业 其实都应该是 这整个社会的一份子 都是很希望能够用我们的资源 跟我们的一个专才 能够回归社会 那所以一开始的起新动业 很单纯的 就是希望透过 我们集团行销传播的这个创造力 数位力跟我们的媒体的力量 能够去帮助 需要被帮助的一个团体 或者是一个地方 老媒社区过去是靠海的偏乡 地方虽小 却是创意无限 同言同语间 把老媒在地生活的特色 变成纸上缤纷的图画彩绘 当地老媒国小的学生们 在2018年用这些点子 绘制出独一无二的童区绘本 创新的想象力也因此 被行销传播集团看见 为什么会找到老媒 是因为我们在YouTube上面看到 这个国小的孩子 他们创作了绘本 那我们觉得这个很符合我们集团 在创意上面的经营 所以我们就接触了这个国小 然后做了这个小梅的计划 当然他第一年就是把小孩子原创的绘本 做了放大 成为在这个社区的第一面彩绘墙 第一面彩绘墙 是整个故事的序幕 感梦 在这里绘本中的主人公小梅登场 穿着紫色服装甜甜酣睡的模样 在花草蝴蝶的包围下 更显得色彩缤纷耀眼 这只是第一站 在小巷间穿梭继续往下走 故事还正在逐渐展开 第一件事就是创意放大 就是我们第一个墙面 第二件事情就是故事的IP化 就是我们把这边的律师潮 把这边的洗衣潮变成一个经理 那这些经理也是孩子创造的 第三年我们就把它形成 绘本的故事 第四年我们就让它变成 是这个绘本城 就把故事搬到城镇里 把体验的行为 变成是城镇的一个观光的行为 每个墙面上 都有着一段专属的故事 沿着路径的顺势前进 就能拼凑出完整的惊奇物语 路径的规划是为了要做到 更好的城镇的体验 让大家对这个地方 就是他来这里之后 他带回去的感受会更深刻 所以我们要结合多媒体 让他透过看到这个绘本的故事 了解原来石花洞 原来钟小将 他的故事其实背后就是这里的特色 所以多媒体是为了深化 结合3C多媒体 仔细一看 每个墙面都有专属的QR Code 拿出手机一扫 绘本故事就这样一段段呈现出来 搭配语音更是生动精彩 星星们离开海面 一颗颗飞向天际 走吧 我们跟着星星 一定很快就能到达暮想城镇了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先设定故事的时间点 时间大概多长 每一段故事时间多长 你从这个墙面走到下一个墙面 可能需要的时间 然后它去补足你在体验的时候 你这个移动过程顺便听故事 除了听故事 这里还有最主要的一道彩绘墙 上面是满满的星星闪耀 动人的画面是故事的高潮 在这里心愿都将被实现 不只故事里是如此 现实中也能让心愿飞向墙面 非常简单 就是手机然后扫扣之后 它就会出现页面 那这页面呢 你就可以立刻许愿 留下你的姓名跟你的愿望 然后送出去之后呢 就会许到墙上 还有一个动画是 你的星星好像到了墙面上 跟着主人公小梅 一同在梦想城镇前行 最后的终点站 还可以亲自造访小梅的家 刷刷手机 甚至可以让故事里的人物 来到现实中 对啊 你的手夾动出来 快点 另外一只手 等一下 遮住它了 你遮住它了 下来一点 下来 好的 脸都出来了 完整体验的惠本城 带动老梅当地的观光 过去冷清的偏乡 也因此变得热闹了起来 惠本的背后这些小小作者 历史四年的时光 从国小生成了国中生 他拿着创作原稿时 脸上的骄傲跟感动 却依然如此闪耀 墙壁上的就是很多星星 然后老师就叫我们画星星的人 很有成就感 因为自己画的画放在地图上 可以大家都看得到 从海边的观海亭一路延伸 每个景点都使不同孩子 独一无二的创意发想 像在地人都知道的风筝公园 充满张可欣从小 跟父母快乐的回忆 画作成为绘本 又从绘本成了一个 真实存在的梦想城镇 老梅社区不只是童年 更是值得骄傲的所在 对我来说 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梦想 蛮特别的 因为看到自己的故乡 本来就是一个梦梦无名 然后变成 就是会很多观光客来 就会觉得蛮开心的 就变得很热闹 我相信孩子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 也学到很多 那透过绘画 激发孩子的创造力 提升孩子的自信心 能够勇于追梦 那尤其是他们今年为家乡 绘制了全新的社区地图 希望让更多人 能够看见自己的互乡 也非常感谢行销集团 这几年对老梅社区的一个 付出 为我们埋下希望的种子 从2018年开始 经过一千多个日子 行销传播集团和老梅一起成长 让偏乡呈现出不同的风情 计划历史四年告一段落 但翻转老梅的精神 却永不停滞 因为惠本城是一个形式 真的变成一个有价值的惠本城 它有几个要素 就是它可以超越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属于这里的故事 它就可以超越时间跟空间 因为故事拿不走 墙面会消失或是受损 所以我们用这个思维 去打造这个惠本城的时候 惠本城的形式 就会变得有生命 因为他讲的故事 是属于这个地方的 故事中的风小将 助力在电线杆边 守护着平和的小镇 海边的风依然吹拂着 美丽的绿石槽静静沉睡 故事也蔓延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中 经过几年营造出的美丽光景 让当地人对老梅更多了份认同 不论年纪大小趁着天气好 扛起工具就在海边进滩 每一个居民都成了 收护老梅的英雄 影响力的定义 其实是我们要创新的思维 跟创新的作为 然后让他们整个城镇 开始有了生命力 开始有了创造力 然后重点是可以让那边的孩子 跟那边的居民 对他们的城镇感到骄傲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创新的力量 可以带来的一个成果 传播集团在老梅博下的种子 不是一次性的开花 而是永久的在当地绽放 现在新北市政府也接棒 要让当地成为重点发展城镇 老梅社区中 由小梅打造出的梦想城镇 还在继续前行 让梦想更加闪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小梅打造出的梦想城镇 也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小梅打造出的梦想城镇 感谢观看